中佳宽平双北系统台总经理徐雪玲 从建国中学前校长徐建国手中接下奖状 感谢中佳赞助推动为课程 因108年课纲鼓励学子多元探索 中佳宽平自108年起与台北市无所顶尖高中 建国中学北义女中师大副中 中山女高与成功高中携手合作 邀请台大台师大等大学讲师授课 让五校学子跨校选修 并且有机会探索不同课程开拓学习事业 这次为课程因为我参加的是相声的课程 他一开始就是先跟我们介绍一些相声相关的知识 像是什么抖包服 然后也会带我们看一些段子 就是一些范例的稿 然后课程的尾声我们要自己去举办一个相声的表演 我们要自己去筹划什么场刊啊 什么灯光那些都要我们自己去安排 确实很有趣 因为一般的课就是只会坐在教室 然后翻课本翻一翻 可是这种微课程 你就是可以跟各种不一样的人聚在一起 然后去上这些课程额外的东西 然后还会有一些什么表演或发表之类的 也是多一种经验啦 这是我的微课程是去 长庚医学的初步见识课程 那主要就是去上体验长庚大学 那他会有不同医学系所的六种课程 那主要就是学到了很多医疗相关知识这样子 然后大概就是对医学系有进一步的了解 那当然他也有带我们做一些体验的课程 就是我们可以体验到 如果我们真的进了这个系所 我们可以去学到什么东西 做什么操作之类的 那我也会就更有方向的去决定说 我要不要去读这个系所 那这样对我的未来发想可以有更多的想法 我这次的课程是去阳明交大 然后他们的医学工程学院的弹性学习 然后里面大概内容可以分为 医学方色系 然后还有医工系 然后还有生物检验系 还有什么光电研究所 大概介绍一下这个学系的范畴 然后还有潜谈一些专业知识 那时候我一开始会选医学工程 就是我蛮好奇医学工程在干嘛 因为我其实对工程是比较有兴趣的 然后就是在经过这堂这门课之后 我是觉得我应该 未来可能会朝着这个方向去走 除了台北五校 中加宽平为课程 也拓展到台南四校高雄五校 108年至今投注近千万元 开设超过500门课程 满足学子多元学习需求 也为培育人才尽一分心力 记者领席会台北报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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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